看小说漫画记公拿奖状 弘兴学校借书率翻倍 这里是新北市至光工商的图书馆 好多学生在看书 大家都好认真 是在准备考试吗 可是 这位同学看的是漫画耶 原来学校说 看漫画和小说都可以记公拿奖状 怎么那么好 除此之外图书馆还列出借阅排行榜 前五名学生可以获得图书里劝和奖状 去年借阅总冠军是他 餐饮三年级学生游小敏 借了257本 记一次小工获得一张奖状 想出这主意的是图书馆主任罗欣欲 开店就是希望生日新闻让孩子能够踏进来 那我们才有机会给他 看一些比较热门的 来引导他想到读书的兴趣 希望他想要接近读书馆 他从漫画这边入门也好 或者是从小说入门也好 看多了 他养成读书的习惯 他就会去看一看其他的书 去学习跟成长 获得更多的知识 虽然图书馆只有两间教室大 淡麻雀虽少五张俱全 总共有1.4万册藏书 每学期还会采购500本新书 一年就有1000本 这边马上就会跟着心境 所以也还不错 因为有很多东西可以看到 然后也很方便 很实用 这边资源很丰富 其他班同学看到我在看之后 就邀他们一起来看 他们就一起跟着我一起过来 在那边接书 同学兼后康豆书馆 让原本发人问津的图书馆 借书率瞬间翻倍 光是上一学年度 总建约数有9623册 很多的长佛师 可见他读书并不纯粹 就是只是想要去加强 我想这就是看到 现在只能改变 突破中心 初衷自由 黄金屋 把达 结详